典电历届工盘 底价最高的一块石头 6000万欧元 5.28个亿 再打上关税 就迄近7个亿的人民币 它那个重量233公斤 有人觉得是木纳的 有的人觉得它上面有那个 像丘陵状的凹凸的那种水滴痕 认为是木溪沙的 这块石头 反正照我个人的看法 还是比较倾向于木纳 因为木纳这个厂口 是比较出名的厂口 整块石头第一个头大 第一个就是说 从外观上看就种特别老 然后水很长 肉很细 而且你可以看到 它这些水路上面有带色 虽然色浓度不是很高 但是打灯下去的话 冰的感觉就出来了 起那种荧光 交感也特别好 为什么这块石头这么大 它能够获足感谢 6000万欧元 是有它的道理 就因为上面的这些优点 但是从外观上看 它又有一些大的裂 从正面这边看过去到后面 就稍微有一点那种变种的迹象 要堵的话 第一 打灯上去看的话 它那个色实际上是有换白的 大家心里面 作为行业类的人 也会感觉到说 这个色进去的不会太深 所以说你首先要堵色 能够吃进去 第二你还要堵裂 第三你还要堵会不会有棉 第四还要堵会不会变种 所以说因为你价格这么高 你像这种满利的索酌 你如果能够出十条以上 那你才有机会把这个本钱捞回来 对吧 但是中上这么多因素 行家怎么估算 这种石头能够堵到十条满利索酌 这种概率无一乎其无一嘛 对吧 所以就没有人去投标 没有人投标 那就留标了吧 就没有人投标了 就没有人投标了